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难啊 我不想死人了 谁来救救我啊 欢迎张晓燕老师 嗨 莉婷 哈喽 各位 大家准备好要上课了吗 要 老师 讲到上课 我很喜欢画画 可是来到写字虽然都是拿笔 可是怎么那么难呢 其实呢 写字是很容易的 现在呢 老师就教莉婷一个写字诀 这个写字诀呢 有了这个写字诀 我们就会非常容易的 我们来读一次好吗 好的 第一个写字诀 写字诀 我们写字的时候呢 人一定要坐直 人坐直 人一定要坐直的 然后双脚呢 一定要左地 两只脚都要在地上的 双脚左地 然后呢 非常容易的我们的手比个圈 比个圈怎么拿笔啊 老师 比个圈 比个圈怎么拿笔呢 就这么简单而已哦 你就当作这一个是一个嘴巴 这个嘴巴 一 二 三 咬着它 哦 我来示范一下笔在这里 一 二 三 咬着它 一 二 三 咬着它 然后呢 我们在四 五 六 我们要排排队啊 你看哦 这样子 四 五 六 这样子排着队 一个一个排下来 四 来 丽婷做 四 四 五 六 丽婷我们把四呢 是在它的后面的 哦 四 五 五 五 在它的后面 六 六 在它的后面 啊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写了 哦 可是我的拇指跟食指好像不对立耶 对 丽婷你看哦 你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再下一点好吗 再下一点 这样子你才会有那个 拿太高了 太高了 我们才会有那个拙 拙力比较容易 拙力点 因为你看你的拇指跟食指是 拇指比较低一点是对的 哦 哦 OK 是这样子是对的 拇指低一点 食指在上面 上面 其他的手指在旁边 对 对 对 这样子可以写字啦 好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这样我们就开始写字了 开始写字了 我们开始啊 我们就坐在这一个 好 桌子上 好 好 来 开始我们先坐 坐的时候你看这一个椅子 我们的臀部 我们不坐完 我们不坐完 我们坐一半 或者是坐多一点都可以 就是不要直接躺着 因为我们写字要很专注的 好的 好的 好 来 我们来试试看啊 人坐直 人坐直 直直的 直直 身体要直哦 我们不这样子哦 不这样子 不驼背 不驼背 我们是直的 然后呢 我们两只脚在地上的 哎呦 能吗 两只脚着地 双脚着地 双脚着地 我们的脚不提高 不提高哦 双脚不提高 要有礼貌 我们要有礼貌的 两只脚都在地上 然后呢 一二三 我们开始握笔好吗 好 好 来 我们开始挂哦 一二三 比个圈 再来一次哦 比个圈 比个圈 来 比个圈 然后 一二三 咬着笔 咬着笔 四五六排排队 排排队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的时候 我们两只手都在桌子上 OK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字了 然后这样子 我们的眼睛跟这一个笔呢 我们需要有一点距离的 我们不这样 不可以这样写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也不能够粘在 也不能粘在桌子上 我们一定要有一点距离的 好 可以吗 试看一下 身体要直 身体要直 对 背要挺 然后我们试试看写 丽婷试试看写 会好一点吗 会 会好一点吗 好很多 写我的名字 写你的名字 可以 我们都可以写 我们要写什么字 我们可以很好很好的写字 可是老师如果写了之后 我觉得好累啊 肩膀好松啊 我可以这样吗 继续写 是不能的 丽婷 这样子是不能的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歪来 歪去 是不对的 因为呢 我们会对我们的那个 会驼背 会久了你走路也会这样 对 对 对 就不好 这样子 丽婷老师做几个动作 丽婷看一下 老师我比对还是不对 OK 好 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我看过很多小朋友 这样握笔 是对的吗 当然是错的啦 错的啊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这样子不好控制 对 不好控制 你也不知道怎么 而且你会弄脏你的手 对吗 然后第二个 刚才老师讲的 但是呢 我把这两个 这两个呢 这样子勾着 交叉的 交叉 也不对 对 我也是圈啊 可是后面的三四五不对 三四五不对 其实一二也不对 对 因为他们把它交叉在一起了 是不对的 然后如果我是对了 但是呢 两个 这个比较高 这样子 那就很难写 对对 也不能控制那个笔 对 你写不到的 就卡着的 OK 所以呢 我们真正呢 我们咬着笔这样子 一 二 三 咬着笔的时候呢 四 五 六 排着对 它就刚刚好 很容易写了 是 对 那手腕呢 手腕要怎样呢老师 手腕呢 其实我们是 这一个部分 这一个部分 这个 这个部分 比较多是贴着的 这样子 老师为什么写字的姿势 要这么讲究 这么重要呢 第一呢 我们一定要 写字姿势一定要对 原因就是 可以让我们很漂亮的写字 然后我们的手指不痛 如果我们窝比窝不对呢 会痛哦 有时候还会长茧 对对对 所以要很小心 然后有一些人写字 已经习惯了 对 写写写 他写写写呢 其实也是不对的 第一 你手会很不舒服 然后你的那个脊椎 会不好的 再加上有些人 是这样子写的话呢 你的眼睛会很容易有斜视 就是说一个眼睛会近视 没有这么好的 难怪我近视了 小时候没照顾好 所以如果你希望说 自己长大之后 不用戴眼镜 没那么辛苦 就要从学写字的正确姿势开始 好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跟我们一起上课 学写字啦 那希望等一下老师 再教我们更多 跟写字有关的知识 休息一下 小朋友 你知道还有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正确的知识呢 走路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 观看电视机节目的时候 阅读的时候 还有写字的时候 好香喔 老师我可以张开我的手了吗 好像有东西吃 一 二 三 开眼睛 哇 好多食物啊 圆圆的 我要吃我饿饿老师 可以喔 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就才吃 这个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不知道耶 应该有很好吃吧 对对 这个呢 有一个名字叫做甜甜圈 甜甜圈你看 甜甜圈其实它是圆形的 但是呢 现在的甜甜圈呢 有好多好多的形状 你看一下今天老师准备的甜甜圈 有什么样的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三角形 哎呀 我第一次看到耶 对对对 然后你看一下老师的甜甜圈 老师的甜甜圈有大的 有小的 大圆圈 大甜甜圈 小甜甜圈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一个 还有长方形的甜甜圈 然后你看一下你那边有一个 有一串的 这个我们叫一串的甜甜圈 哦 小甜甜圈啊 对 那老师我可以选一个来吃吗 啊 可以 我们可以选一个来吃 但是呢 在吃之前呢 我们就要用这个甜甜圈 我们做句子好吗 我们写一下 哎 关于这个甜甜圈 那丽婷你想选些什么东西呢 呃 好吃 好吃 可以 这样丽婷你选一下 你想要哪个甜甜圈 我要选最特别的 就选这个三角形的吧 好耶 太少见了 嗯 就是我的 嗯 对 这样子老师呢 就选特别不一样的 超级大的甜甜圈 巨无霸甜甜圈 非常大的甜圈圈 你看 哇 好大好大 是 那可以吃吗 老师 我们要吃 可以 我们先把那个字写出来 怎么写呢 哎 这个甜甜圈 要写什么字呢 甜 就要写它甜啊 用啊 怎么写呢 老师会教你怎么样写 好 来 我们走去前面 老师呢 准备了四个饱盒 哎 毕婷 你先看这里好吗 你看 有一 二 三 四 四个饱盒 有四个饱盒哦 这个饱盒有什么呢 哎 我们要写句子的时候 哎 通常我们不知道 怎么写 对吗 所以老师呢 今天会教你一个技巧 怎么样去写这一个 我们有这样子的 就是人物 人 就比如说 我啊 你啊 他 姐姐啊 小贝啊 谁啊 都可以的 人 人啊 这个东西 这也是 或者然后接下来 这个蓝色的呢 就是一些动作 哎 动作 好像我买啊 我吃啊 我有啊 我是啊 类似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动词 哎 对不起 这是量词 量词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有不一样的哦 这个量词 我们有一串 一婷你看到一串的是哪个吗 有三个小型年轻串 对 对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一串的 一串 然后呢 一堆 全部在一起 这个就叫一堆 一块 这样子一大块 然后一粒就是通常是圆圆的 我们就用一粒了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一些形容词啊 圆的形状啊 大的啊 小的啊 这就是形容词 所以这些字全部连起来 它就变成一个句子 对 第一个 我们先写 丽婷你先写一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甜甜圈 来 我来写 先写 甜甜圈 甜 有一个舌头 对 吃起来很美味 甘甜 甘甜 啊 甜 嘴巴吃 圈 因为圈太难写 老师 我不会写 甜甜圈 哎 对啊 是对的 其实呢 不管你写什么 只要你尝试写 就是对的 哦 谢谢老师 只要你尝试写 就是对了 现在老师呢 就给丽婷看一下 正确的甜甜圈 怎么写 甜 哎 我比还记得怎么窝哈 甜 甜 圈 哎 这个就是 甜甜圈 哎 是 感觉上有一点难 但是如果我们一比一画 其实是没问题的 慢慢写 慢慢写就好了 现在第二个 我们要怎么样去 这个甜甜圈 嗯 有一个动作 哎 丽婷很饿了 很担心 丽婷要吃 这么样 老师呢 就买吧 买 老师买 这样我就写 哎 丽婷你先写吧 吃甜甜圈圈 好的 吃一边有一个 吃一边有一个 用嘴巴来吃 一个口 OK 吃 甜 甜 圈 圈 哇 这个圈不够威胁啊 哇 这个圈不够威胁啊 好 这样老师就买 甜甜甜圈 买甜甜圈 买甜甜圈 OK 接下来我们就放一个人物进去 一个人物进去 你要谁吃甜甜圈呢 我想要给姐姐吃 哎 就写吧 姐姐吃甜甜圈啊 哇 因为姐姐也容易写 哇 因为姐姐也容易写 哇 因为姐姐也容易写 她是一个小女生 姐姐 姐姐 嘿嘿嘿 姐姐 吃 吃 吃 哇 甜 甜圈 这么样 老师呢 就我吧 我 我买甜甜圈了 老师 对 对 多买一个给我 多买一个给你 我可以啊 我买甜甜圈 老师已经写完了 这个有人物 有动词 然后有一个主题了 那么呢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们就加上一个句号吧 哦 写完了 讲完了 对 我们加一个句号 句号 把它圈起来 然后最后呢 你可以加一个 就是这个甜甜圈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甜甜圈呢 我刚选了三角形的 对 对 对 三角形的是怎样 姐姐吃三角形的甜甜圈呢 对 对 对 好 三角形那边 三角形在这里 OK 这个 三角形 好的 姐姐姐 姐姐 吃三角形的甜圈 甜圈圈 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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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样子 姐姐 你看一下老师的 老师可以写什么 老师买了甜甜圈 不如买多少吧 老师的甜甜圈是什么样的 好大好大 好大好大 那么老师就写大 好 OK 那就我买 我买 多少粒呢 一个 一个 好 一个 这个老师就用粒 因为它是圆圆的好 好 一粒 大 大的 甜甜圈 老师的甜甜圈很大耶 丽婷可以和老师一起分享哦 不行 我不够 你不够 没事啊 我吃好多好多 我们甜甜圈 虽然是非常好吃 但是也不可以吃的太多 因为太甜了 对对 太甜了 对我们身体也不是很好 来我们来读一次 丽婷你可以读一次你的吗 来我们来看 我的叫甜嘴圈 应该是甜甜圈 没事 来第二个 吃甜甜圈 对 然后呢 姐姐吃甜甜圈 姐姐吃三角形甜甜圈 对 其实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那个句子 从少少的一点点的 再把它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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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是不是很容易啊 是 而且可以把一件事情形容的比较完整 对对 来再看一下老师的 再看一下老师的 甜甜圈 买甜甜圈 我买甜甜圈 老师就加一个句号了 因为已经完整了 再来就是我买一粒 大大的甜甜圈 就这么简单啦 写字是不是好容易啊 造句也变得很容易了 对对对 谢谢老师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小朋友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都写出来吗 小朋友 我叫燕玉瑞 今天我要吃的是西瓜 我吃西瓜 我吃大大人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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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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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学会怎么握笔写字 而且还会造句了 太有趣了 赶快再来教我写字好吗 好嘞 丽婷 接下来我们要选的呢 就是我们看那一个图画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图画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再把它写下来 先在丽婷看一下 这个图画有几个人物呢 有两个人物 一个女生 一个男生 如果你看一下 他们的那个体型 有一个会感觉比较大一点 对 那他女生是姐姐 男生是弟弟 对对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吃的那个东西 甜甜圈 甜甜圈有什么特别呢 颜色不一样耶老师 颜色不一样 然后形状呢 形状一样嘛 形状大小也不一样 姐姐吃比较大的 对对对 对 现在呢有一些字 有一些字 我们就有一些提示 这样子呢 丽婷可以黏上去 第一个 好 姐姐 姐姐就是女生 对 她比较大 年纪比较长 对 弟弟 小男生 年纪比较小 对 姐姐弟弟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她的那个甜甜圈 是什么样的那个形状 姐姐的甜甜圈比较大 所以我把形容词放这里 对 弟弟的 因为体积小 吃的这个甜甜圈 比较小 比较小一点 然后颜色 颜色 妈妈买了不一样的口味 对 姐姐的甜甜圈是红色的 草莓口味 啊 弟弟的是白色的 白色什么口味 不知道耶 白巧克力 白巧克力 奶油 白巧克力口味 滋事口味 都可以啊 现在呢 丽婷你知道要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都写进去吗 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姐姐吃怎样的甜甜圈 大的甜甜圈 我们就把它写进去大的甜甜圈 大 对 弟弟吃 弟弟吃小的甜甜圈 对了 姐姐的甜甜圈是什么颜色的 姐姐吃红色的甜甜圈 对了 弟弟吃白色的甜甜圈 对了 容易吗 容易 很好玩 对 所以以后呢 如果我们要照照剧啊 或者是我们要填充 绝对没有问题 这样子 丽婷可以再读一次吗 好的 老师 一起来写至我们读一次 第一个 第一个 姐姐吃大的甜甜圈 对 第二个 弟弟吃小的甜甜圈 姐姐吃红色的甜甜圈 弟弟吃白色的甜甜圈 对了 真棒 谢谢老师 所以丽婷呢 已经是可以写字 也可以把那个图画的东西呢 都写下来都对了 是 那如果是像老师讲的 老师刚才是有 老师买大的甜甜圈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也可以照这样的句子 对 妈妈买大的甜甜圈 对 妈妈买大的甜甜圈 妈妈买大的甜甜圈 所以呢 只要我们有想法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这样就对了 OK 所以呢 不管你写的时候 可能那个字 你不懂得怎么写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画的 或者图画啊 或者是符号啊 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丽婷老师想教你唱一首歌 诶好 我就喜欢唱歌了 诶对 这首歌的名字呢 叫做甜甜圈之歌 甜甜圈之歌 对 你就知道整首歌讲的是什么 甜甜圈 对 甜甜圈很容易的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哦 很容易的 一个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甜甜圈 甜甜圈 四个 四个 五个 五个 六个 六个 甜甜圈 甜甜圈 七个 七个 八个 八个 九个 九个 甜甜圈 甜甜圈 十个甜甜圈 十个甜甜圈 对了 甜甜圈呢 是属于比较甜的 嗯 一个食物 这样子食物呢 我们还没吃东西 我们一定要先洗手 所以我们读一次 还没吃东西 要洗手 还没吃东西 要洗手 吃了甜甜圈 要喝水 吃了甜甜圈 要喝水 因为这个甜甜圈 是煎炸过的 又有一点油腻 然后又有一点糖 所以我们一定要喝水 好 好 再来 不要吃太多甜食 不要吃太多甜食 对 因为呢 吃太多甜食 我们可能会有 比胖的问题哦 所以不可以吃太多 还有蛀牙 对 还有蛀牙 所以最后最后 我们记得要刷牙 记得要刷牙 对 要刷牙哦 我们来唱一次轻唱的 好 轻轻唱可以吗 轻唱好 这样子哦 老师轻唱吧 来 我们一起比动作 来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甜甜圈 四个 五个 六个 甜甜圈 七个 八个 九个 甜甜圈 转一个圈圈好吗 好多甜甜圈 那还没吃东西要做什么 几手 还没吃东西要洗手 吃了甜甜圈要做什么 喝水 要吃了甜甜圈要喝水 然后不要吃 太多甜食 对 记得要 不要吃太多 记得要刷牙 好了 现在呢我们试试看 有音乐的可以吗 来 我们听一下音乐 一起唱哦 我爱听歌 有音乐的可以吗 嗯 一个 两个 三个 甜甜圈 四个 五个 六个 甜甜圈 七个 八个 九个 甜甜圈 十个 甜甜圈 十个 甜甜圈 还没吃东西要洗手 吃了甜甜圈 要喝水 不要吃太多甜食 不要吃太多甜食 记得要刷牙 一个 两个 三个 甜甜圈 一个 两个 三个 甜甜圈 四个 五个 六个 甜甜圈 七个 八个 九个 甜甜圈 七个 八个 九个 甜甜圈 十个 甜甜圈 还没吃东西 要洗手 吃了甜甜圈 要喝水 不要吃太多甜食 记得要刷牙 好 谢谢小音老师 给我们教这首甜甜圈 这个我们会写字 会造句 而且还知道生活的小常识 就是先洗手 吃东西之前 然后吃了甜甜圈 要喝水 对 尤其是现在天气非常的不好 对 而且甜食不可以吃太多 虽然很好吃 对 然后我们要刷牙 记得 对 刷牙的时候 也记得要用牙膏刷牙 对 这样才能照顾我们的卫生 对对对 谢谢张晓妮老师 对 所以呢 其实整个课堂看得处 是丽婷已经是都可以掌握 整个课堂在讲的东西了 可是呢 如果我们还想要重温这堂课的话 老师我们要到哪里去重温呢 我们就可以去教育部的网站 重温所有的这一些教材 课程就这样子 是 教育部的网站 那最后老师还有什么话要跟同学讲吗 同学们你们要记得 我们非常容易 我们要写字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你有想法 一定要写出来就可以了 不管是用符号肢体 什么都可以 那记得要正确的握笔跟做好好 好 谢谢张晓妮老师 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见了 拜拜 拜拜 Qual- 巨iri Ob the 应该 overview 再见 一你就 两岁 三个天天圈 四个五个六个天天圈 七个八个九个天天圈 十个天天圈 还没吃东西要吸收 吃了天天圈要喝水 不要吃太多天 是记得要刷牙